世界上最有政府力的武器是语言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学会说话 用异乡学会掌握说话的分寸 说个不停不一定是交流 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自己 而是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 少说话是一种教养 会说话则是一种修养 最高级的修养是听别人把话说完 真正搞清伤的人 用于沉默的智慧和倾听他人的伤害 让一段关系从情理走向 分崩离析 只要不被对方说话的机会就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